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排气控制阀位置传感器、开关电路范围、性能是什么意思? 该通用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DTC通常适用于所有配备了排气压力控制阀传感器或开关的OBDR车辆。 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来自大众、奥迪、丰田等的车辆。 尽管是通用的,但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型号而异。 排气压力控制阀,EPC,是一个电磁阀,用于在低温期间调节被压。 这有助于增加驾驶式的热量,有助于冷启动和挡风玻璃除霜。 在大多数情况下,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使用来自排气被压传感器,EBP,进气温度,IAT,传感器和旗管绝对压力,MAP,传感器的信息来确定气门的控制。 如果PCM检测到EPC或IAT有问题,它将禁用ECP。 通常,ECP用于柴油发动机。 当PCM在排气压力控制阀回路中检测到性能问题时,将设置代码P048C。 此DTC的严重程度是多少? 此代码的严重性为中等到严重。 尽快解决此代码是个好主意。 排气压力控制阀的势力,该代码有哪些症状? P048C故障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发动机检查灯亮起排放增加发动机性能差应启动该代码的一些常见原因是什么? 产生此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排气压力控制阀故障接线问题。 PCM故障P048C有哪些故障排除步骤? 首先检查排气压力控制阀和相应的接线。 查找连接是否松动,接线是否损坏等。 如果发现损坏,请进行必要的维修,清除代码,然后查看是否返回。 接下来,检查有关此问题的技术服务公告TSB。 如果未找到任何内容,则将需要逐步进行系统诊断。 以下是一个通用的过程,因为此代码的测试因车辆而异。 为了准确测试系统,您需要参考制造商的诊断流程图。 检查阶线在继续之前,您需要参考工厂阶线图以确定哪些导线。 Artson为许多车辆提供免费的在线维修手册,而ALLDATA提供单车订阅。 测试电磁阀拆下电磁阀连接器。 使用设置为欧姆的数字万用表检查罗线管的内部电阻。 为此,将仪表连接到罗线管B加端子和罗线管接地端子之间。 将电阻测量值与工厂维修规格进行比较。 如果仪表显示的读数超出规格,或超出极限,OL表示开路,则应更换电磁阀。 检查电路的电源侧确保车辆坐了至少几个小时,最好是整夜并且很冷。 卸下电磁阀连接器。 车辆点火开关打开时,使用设置为DC幅的数字万用表检查罗线管的功率通常为12幅。 为此,将复级仪表导线接地,并将正级仪表导线连接至连接器线数侧的罗线管B加端子。 如果不存在电压,请在电磁铁连接器上的B加端子与PCM上的电磁铁供电电压端子之间连接设置为欧姆的仪表。 点火开关关闭。 如果仪表读数超出极限,OL,则PCM和传感器之间将出现开路,需要对其进行定位和维修。 如果仪表读取数值,则表示连续性。 如果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您将需要检查PCM是否有电源。 为此,请打开点火开关并将仪表设置为直流电压。 将仪表的正级引线连接到PCM上的EPC电源电压端子,并将复级引线接地。 如果没有来自PCM的参考电压,则PCM可能有故障。 但是,PCM很少会变坏,因此,到目前为止,最好再次检查您的工作。 检查电路的接地部分在关闭车辆点火开关的情况下,使用设置为欧姆的数字万用表检查接地是否导通。 卸下电磁阀连接器。 将仪表连接到螺线管接地端子和机箱接地之间。 如果以表读取数值,则表示连续性。 如果以表读数超出极限OL,则PCM和螺线管之间将出现开路,需要对其进行定位和维修。 请不吝点赞订阅访者 。 请不吝点赞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